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女足最终3比2逆转战胜韩国女足 赢得2022印度女足亚洲杯冠军 赛后 中国女足队长王珊珊荣英本届亚洲杯MVP 据相关专家介绍 本届赛事 中国女足队长王珊珊发挥神勇 在很多场次都是又当爹来又当妈 既能够打前锋也能够客串中卫 半决赛逆转日本女足的比赛中 王珊珊价值千金的关键进球帮助中国女足将比赛拖入加实赛和点球大战 并最终取得胜利 决赛对阵韩国女足的比赛 肖玉仪的绝杀进球也是来自王珊珊的助攻 整届赛事 王珊珊贡献武力进球 半决赛率队逆转日本 决赛逆转韩国 她两度当选决赛全场最佳 最终当选2022印度女足亚洲杯赛事 这个荣誉对于王珊珊是实至名归 与此同时 王珊珊的父亲在中国洛阳看完电视报道后 对相关媒体表示 女儿 王珊珊你是最棒的 你的辛苦老爸知道 这次你为国争光 为洛阳争光 为咱河南争光 老爸记在心里 不容易 姑娘不容易 这一路走来真不容易 说到这里 王爸爸忍不住激动落泪 最后 王爸爸谈到女儿最爱吃的东西 王爸爸动情地表示 等女儿胜利凯旋之时 一定要做她爱吃的土豆丝 还有洛阳的卤面 知道这些信息后 不少网友和粉丝纷纷地点赞和留言 王珊珊好样的 王妹妹来我们南京 请你吃南京盐水鸭 王爸爸真有福气 有一个好女儿 我们永远支持你 王珊珊支持中国女族 女族姑娘们都是好样的 在此 我们也祝贺王珊珊带领中国女族取得亚洲杯冠军 最后 感谢大家的收听 收看 谢谢大家